大家好,快过年了,家家户户都要蒸一些馒头 要想馒头好吃,松软劲道 最重要是面粉的发酵 今天就为大家分享一下蒸馒头的小技巧 面粉快速发酵 蒸出来的馒头雪白松软又香甜 就是不吃菜也能吃三个 大家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块钱的浮酒 倒入一个大盆里面 再往里面放入温水 把里面的浮酒泡到漂浮上来 这时候里面的浮酒已经漂浮上来了 用筷子把它夹碎 接下来往里面倒入普通面粉 用筷子把它搅拌均匀 搅成像这样的抽屋状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放在有温水的锅里面 保持温度这样发达效果比较好 然后盖上盖子让它醒发一会儿 我们打开看一下 哇面已经发了里面全是气泡 我们再次往里面倒入干面粉 用筷子这样往里面压一下 兜筷子的时候一定不要搅得太狠 搅得太狠的话 搅得就发的不好了 像这样用筷子压一下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再次醒发 大家看一下我们兜的筷子 又发了大半盆 里面全是气泡 直接往里面放入干面粉 边倒边搅拌 把它搅成面絮状 在适量的往里面加入30度的温水 快过年了 多和一些面蒸馒头 搅成这样的面絮状之后 下手把它活成软硬式中的面团 用老一辈子兜筷子的方式来蒸馒头 比酵母蒸出来的馒头都好吃几倍 而且自己蒸出来的馒头 干净又未生 活成像这样软硬式中的面团就可以了 然后手上沾上一点食用油 在均匀的往面上面涂上一层 这样防粘 盖上盖子 放在温暖的地方 醒发至原来的两倍大 我们打开看一下 哇 面发了满满的一大盆 好漂亮 里面全是蜂窝 我们现在把它移出来 案板上撒少许的干面粉 把面放到案板上 揉一下排镜里面的空气 揉好之后从中间分开 再把它揉成长条 然后再揪成大小均匀的剂子 取出一个面剂子 把它揉一下 整理成一个圆形 像这样用手团一下 案板上再撒一把生粉 把做好的生坯 均匀的都沾上一层生粉 在上面沾上一层淀粉 这样蒸出来的馒头 表皮特别的光滑 沾到淀粉之后 在醒发的过程中 也不会沾到一块 好 像这样一个生坯就做好了 所有的生坯都做好了 然后均匀的把馒头 放在大锅里面 中间要留一点缝隙 我们蒸的馒头比较多 上面再放上一层壁子 再把隆梯布铺整齐 再均匀的把馒头放进来 中间一定要留一点缝隙 然后盖上盖子 让它醒发至原来的两倍大 我们打开看一下 哇 一个个都变得胖乎乎的了 像这样按上去 轻飘飘的 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 上汽即时 蒸上15分钟 就可以出锅了 时间到了 我们打开看一下 打开的时候 不要一下打开 要轻轻的给它放下气 这样蒸多馒头不回缩 哇 好漂亮 一个个白白胖胖的 闻着都特别的香 用手摸一下 特别的鲜软 像棉花一样 我们现在把它拿出来 装入漏筐中 拿一个让大家看一下 特别的鲜软 掰开一个看一下 发的特别的好 我先来尝一下 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比酵母蒸的馒头 味道好吃多了 吃起来非常的劲道 回味甘甜 用这种方法 蒸出来的馒头 就是不吃菜 也能吃三个 没有任何添加剂 真的是营养又美味 好了 今天的美食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对您有所帮助 就帮忙点赞 转发 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 点击我投影 可以观看 更多的美食视频哦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